北京一场重大火灾导致当局采取大规模安全治理专项行动 网上盛传当局借火灾之名清理低端人口 对此官方予以否认 称正在开展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从未针对特定人群 但是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过去一周北京各地传出驱赶房客 断水断电外地务工人员寒冬之夜露宿街头的消息 引发网上和外媒的各种质疑 那么平民窟等大城市病在全球各地都有 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敢采取这种漠视人权的野蛮行政手段 习近平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 可为什么官员的思维竟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准如此格格不入 许多人惊陷中国模式的效率 可是如果效率是建立在政府专制和官员任性的基础之上 那你还羡慕这种制度吗 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 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协线VOA China 这个北京大兴区的一场夺命大火呢 烧出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引出一起清理低端人口的重大争议 那么北京当局对此坚决否认 首先我来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情况 安全隐患治理专项行动 是怎样变成网传的这个清理低端人口的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深思熟虑的计划 也不是只不过这个火灾呢 可能加快了这个方案的实施 甚至算不上一个方案 因为如果是方案的话 它应该是有预案 我感觉这个呢还有 虽然是有预谋 但是有很大的随机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看如果他真的是要这个搞这个安全隐患的整治专项行动 他如果需要牵出那些在这个不安全的这个住所里的这些个住客或者居民的话 那么他应该有安置 那么他应该开放这个体育场馆呢 这个学校的校舍呀 机关的这个礼堂啊 各种闲置的可以让人避寒和住宿的场所 他应该有这些 但是他没有就说明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继续在北京住下去 这个是明白的事 所以这么一个行动 你说他是为了安安排出安全隐患 我觉得这个我也很难相信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几年来中央一直在讲要这个要纾解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 那按照这个现在的这个新的规划 北京的核心功能有四个 就是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那也就是说除了这四个核心功能以外的 其他的都这个内容都属于非首都功能 所以现在网上有一些传闻也是令人很紧张 就是说有五类人会要离开北京 也就是离开这个核心城区 而且呢说将来到2020年这个北京人口要限制在2300万里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王朝时代的皇城的概念 就是凡是跟皇家直接有关的 皇家的活动直接有关的 可以圈在皇城里 其他的都是皇城外的事 就像过去的老北京 其实他有三道墙 第一道是他的城墙 当然城还要分内外城 内城住的可能这个官换居多 这个富户居多 然后还有一个皇城 皇城住的什么人呢 都是一些近城 一些个这个跟紫禁城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群 再往里头才是紫禁城 所以现在我们想到的其实就是这种皇城思维的一个翻版 其实大概最近这五到十年 中南海附近基本上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 大部分的这个原来的住所 这个普通老百姓的住所都被这个官方收购了 这个原来的住民都大部分都已经牵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步骤的安排 而不是一个就是说单纯为了一个火灾 为了防防治安全隐患 采取的这么一个行动 但是呢这个火灾可能是一个触发点 就是他一下子就使这个主持北京政务的官员 找到了一个理由来采取这样的行动 但是北京当局呢 我们看到他是坚决否认 说这一次专项行动呢 和这个排解或者疏解 这个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北京过去一周这个专项行动 北京当局是意在排除安全隐患呢 还是有更大的安排和打算 北京当局这种做法 目的当然不在于所谓排除安全隐患 而有其他的目的和打算 如果你要是排除安全隐患 大兴着火了 那你加强消防就行了 为什么变成感人了呢 这也让人想起这个网上流传的 那个郭德纲相声的段子嘛 就是一个富人自称是这个为人心善 为人善良 见不了穷人 说方言几十里不能有穷人 结果呢 是把穷人赶走了 那我们知道就在半年多前 英国首都伦敦 也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 也是一栋穷人居住的公立楼 着火了 死了不少人 那么第二天呢 英国首相就前去探望 第三天呢 英国女王也前去探望 那么各界对阵反应都很大 那你从这个媒体披露的 这些死者的相片和名字来看呢 这死者大部分看来是来自外国的移民 那么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同样是遭受火灾 同样是穷人居住的地方 而英国呢 一些来自外国的移民 都没有遭到驱赶 而你在中国反而是在土生土上 足足备备在中国生长的中国人 反而会遭到驱赶 所以可见呢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清楚 这个所谓安全隐患的问题 那么刚才张立凡先生 已经提到一些 从国内这个新媒体创日报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它透露出一些信息 就像刚才张先生谈到的 北京有这么一个计划 要控制人口的增长 据说要 因此呢 现在据说北京是了各区线的领导 他们最感到头大的问题 那不是怎么样去填写增长GDP 而是怎么样去降低人口 那么由此而来 我们看到的一切措施 从所谓这个 这个拆除违章建筑啊 这个清理出租房啊 乃至于提高房租 还考虑提高水价 气价 禁止外地人的子女 在北京入学 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等等 那么他们目的都是很明显 就是要让那些 所谓这个不符合首都核心公共的 这些机构企业人员 通通的离开北京 那么这种举动呢 不只是针对所谓低端人口 它必然也会危机所谓中产 因为你像在北京 那不少中产阶级的人 之所以能够过上比较舒适 比较便利的生活 那就全靠有大量的这些 所谓低端人口 提供的廉价劳动和廉价服务 如果没有这些廉价劳动 廉价服务了 那你在中产他们的生活 也很难维持下去 恐怕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 所以这么一个问题呢 也会变得很严重 当然呢 我们都知道 在这里当局有一个 不肯说出来的一个理由 那就是政治上的考虑 所谓政治安全 政权的安全 那影响在北京 有这么多 既然有这么多穷人 聚集在一起 很容易发生所谓群体事件 尤其是在北京 举世瞩目 如果当局要暴力镇压 那又未免太丢脸 所以这就需要格外 这就需要政府格外 防患于未然 因此这就需要花费 更高昂的维稳成本 那么你看 那个创世报的文章 它吐露这么一点嘛 那作者就写道 为什么要清理人 因为他听了一个 官员讲过一句话 就说他们的管理成本 远远大于 他们的经济贡献 那就说白了 就是为了维稳 所以不是说 这些穷人所谓管理成本 不是给他们修了 更好的房子 给他们提供了 更多的福利 所以有点这个 从政府考虑 他觉得亏门了 出的态度 不是这个问题吗 那显然就是 对他们所谓管理 也就是要控制他们所谓不闹事 为了这一点 政府他觉得他负责成本太高了 所以可见呢 这次驱赶了这个所谓这个低端人口 以及由此所 他们当时所希望建立的 所谓这个北京城 就像刚才张先生提到的 那无非就是一个 黄城的一个放大版 那都看出了这个当局的这种政治考量 北京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 引起了民怨沸腾 我们不谈这个网上的言论 几天来我们就看到 就连一些官方媒体甚至呢 都在探讨北京当局这种做法 是否合理 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啊 您签署了知识界 写给中国当局的一封公开信 请谈谈你们的看法和要求好吗 我也是偶然看到 然后我觉得呢 有不少想法呢 跟我的想法契合 所以我也就服役 本来我是很少参与这种联署的 但这一次我是破例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 首先这个迁徙自由来讲 这是一项基本人权 就是各国的宪法 这个文明国家的宪法 都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 这个在中国1954年的宪法 也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毛泽东不喜欢 所以很快呢 就用这套户籍制度 就把这个迁徙自由给架空了 最终到这个1975年 从宪法里就把这个迁徙自由就去掉了 至今没有恢复 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如果说中国按照这个19大的报告讲 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我觉得这个迁徙自由是必须要争取的 而且从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不是想当全球化的领袖吗 那这个全球化有四个要素 一个是贸易和国际交往 一个是投资和资本流动 第三就是人口流动 第四是知识的传播 那现在来看这个人口流动 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 那中国如何来领导全球化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当然还有这个 所谓的叫不忘初心 这个为 共产党的初心不就是为劳苦大众 这个谋幸福吗 然后现在把人家就打成低端人口 说呢 当然我们知道 习主席他是经常在讲的 他是挂念困难群众的 而且还要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 中国要基本上要消灭贫困 但消灭贫困恐怕不是这么个消灭法 就这个消灭的方式就很奇怪 是不是就眼不见为净 把他们都打发走了 这个就算消灭贫困了呢 所以我觉得要说低端人口 这个中国的这些大城市 你让他去网上查三代 我看有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 更不用说 1949年跟随毛泽东进京的这批人 他们原来也都是从农村来的 至少大部分是 你在追溯毛泽东青年时代 不也就是一百票吗 这也都是低端人口 怎么这个当了高端人口了 就把初心给忘了呢 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很说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城市管理到治国理政来讲 这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 因为现在你这个城市管理 我承认 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 它确实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人口量 那么做出这个疏解 这个转移一部分人走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方式方法 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而且这个后果实际上 明正想维稳 其实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 给这个政权自己制造了不少的敌人 这是他们愚蠢的地方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 平民窟啊 等大城市病呢 其实是世界上所有国家 包括许多发达国家 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其他国家 就没有北京这种魄力 而且似乎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 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呢 胡先生 当然有贫民窟 当然不是好事 可是没有贫民窟 也许是好的 也许更不好 那我们知道现在 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那些福利国家 大城市里 你看上去 已经你看不到 你原来想象中的那种贫民窟了 就因为政府提供了比较多的福利 让穷人也能住到比较像样的房子 那么当然在还有一些国家呢 确实尤其是大城市里头 你还能看到贫民窟 不过呢 至少说明在那个地方 人们享有迁徙的自由 而中国之所以 过去长期来没有贫民窟 并不是政府在给穷人 提供福利住房方面做得更出色 而在于它禁止人们的自由迁徙 自由迁徙 那么可是你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搞过经济 你又免不了 要对过去那种所谓的严格的管制 就加以松动 所以你在像北京 像上海这些大城市 都拥挤了大量的穷人 那么你现在政府的做法呢 不是给他们 积极地帮助他们 而且想方设法呢 就排挤他们 排除他们 那么当然你说 对其他很多一些国家 他们对这个政府的福利工作 做得很不到家很不到位 因此在他们大城市乃至于在首都中心 也有很多贫民窟 那政府或者当地的富人 他们当然都不喜欢贫民窟 可是他们没有力量把这些人赶走 因为毕竟这有一个千禧自由的 这么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 另外这些这个 从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犯法的老百姓 你政府怎么能够使用暴力 把你赶走 这是别的政府 哪怕他想做 他也绝对做不到的 而唯有中国的政府 在中国权力才这么交恨 才这么任性 而且也只是在中国 由于这个老百姓 这个深受多年的压制 才显得这么逆来顺受 因此很多在其他国家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上 居然就都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那么这里才当时 反映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个中共执政那么几十年来 长期实行这种高压 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天生 那你看看八九民运这种巨大规模 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同样有这种 追求自由民主 有追求个人尊严的这么一种 强烈的愿望 而且显现出一个巨大的力量 但可惜八九民运遭到镇压 这以后二十多年来 政府的持续高压 就加深了这种 我们刚才说的这么一种状况 使得就是我们看到 今天的中国政府 在行使它的权力方面 就格外的野蛮 格外的任性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 我们应该通过这次驱赶 这个所谓低端人口线 要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现在来听听 我们的听众 观众 网友们的想法 先来接电话 首先是北京的陈先生 北京人陈先生 你好 我是北京打工的北漂的 自己租房太贵 比如说找几个人合作 今天8月被这个中共协党 把我的那个上下坡 强行损坏 强行搬折 在北京几年前都在驱赶外地人 只是规模 像这么动性大 你说这个协党 他说为老百姓人身 为了老百姓人身安全 就是那个普天系 那些骗子意愿 他就是赶不出去 这就证明了中共的流氓 这就证明了中共是个流氓政权 大多数中国人 常在那个喉舌媒体洗脑下 已经成了政策和制度的受害者 比如计划生于他们 变成了光棍 北漂又被驱赶的人 这些已经都发生在他们身上 却很无知 还继续支持中共这个流氓政权 我觉得被洗脑的这些人 非要中共强行去拆在他房屋 猥亵他的女儿 他在意识到中共的邪 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 谢谢北京的陈先生 下一位是河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嘉宾好 说白了 这个北京驱逐所谓的低端户 让我想起了当年 蒙古人就是入住元大都的时候 内城是蒙古人 外城是居住的色墨人 而当地的汉族人说完了 不允许居住 所以说百年后 有了朱元璋的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 满清入关的时候 是驱赶了当时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汉族人 然后强迫汉族人在外城 一人给一两银子 然后居住让他们去盖房 然后盖了一道城 以内城住满族人 然后外城是汉族人 然后268年以后 孙中山 河南的张先生 谢谢您 好的 谢谢河南的张先生 张先生刚才从历史的角度 来说明了这种 把人为的分成三六九等 是多么可怕 其实有大量的网友持有同样的看法 变异的九零后 这位网友说 当年叫人家无产阶级 现在叫人家低端人口 杜三元 说中国人还相信马列中共吗 涉事零度以下都是些老弱穷人 这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国家 太可怕 太可悲 Jesus love me 这位网友说 这次北京清理低端人口 一些基督教家庭教会 为寒冷中的低端人口 提供了免费食宿 谢谢他们的做工 这才是大陆真正的正能量 叫金刚无 什么叫低端人口 为什么到现在这样年代了 还有这样匪夷所思的这个事件 出现这样的事件 只能说中国离现代社会渐行渐远 不要说普世价值了 连人性都没有 这样也撕掉了习礼 这样也撕掉了习牵挂困难群众的遮羞布 让更多的人看到习不学无术 冷酷无情 残忍暴虐的本性 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相信我们两位嘉宾 在这个进一步的讨论中 会回应我们的听众 观众以及网友们的问题 这个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 北京日报说 官方实施的这个整治行动 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 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 不能混为一谈 北京日报指出 火灾带给我们的教训极其深刻 写的事故提醒我们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动真格 出重拳下狠手的时候了 首先请问张先生 违章建筑呢 在中国是个老大难问题 治理违章建筑能不能证明 北京这一次官方的做法是合理的 必须的呢 这个就是说违章建筑这一类的事儿 不但在这个很多发展中国家有 在发达国家也有 这个贫民窟在很多大城市也都存在 那么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 这些伪装建筑它有安全隐患 那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善 就是政府你放弃了 对这一类建筑的这个监督和管理 长期以来积累成了现在这个今天的现状 那么这个责任其实在政府 至于说这个入住的这些租客 这些个所谓的低端人口也好 外来人口也好 他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没有责任 他们很无辜 因为什么 它是一种这个善意取得 就是我有这个居住的需要 所以我看这个地方房子便宜 我就租下来了 那至于这个房子有没有安全隐患 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这些人来承担 那么相反的 就是说你既然要排除这些安全隐患 你就应该考虑到 有这么多人居住在不安全的建筑里头 你需要把他们挪出来的话 你就要给他们住处 而不是采取现在这么一种办法 就是限时限刻断水断电 然后把人扔到大街上 让人家在这个寒冬的黑夜中度过 这种做法我觉得完全是 一个是非常不人道 而且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你 而且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为什么这次的这个我看这次各界都有签名 而且即使我们参与的那个签名 有很多人似乎也是来自各个行业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说有很多的北京的这些民间团体 各个行业的人都自愿的出来 来收容这些个被赶出赶出他们住所的这些受苦的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北京市的这个措施已经打乱了北京市的正常生活 你比如说送快递 你比如说这个买菜吃饭 本来可能这些都可以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解决的 现在就有很多问题 生活设施上就减少了很多 生活就变贵了 这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快递业因此瘫痪 瘫痪了好几天 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那这个就导致电子商务还有送餐 等一系列的这些个社会服务都跟着被打乱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北京 如果你要管理这么一个大城市的话 你必须有一个城市系统的概念 而不是采取这种就是单打一 我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不择手段 然后也不计后果的这种举措 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麻烦 好的 许多网友呼应 这个呼应张先生这种说法 自由民主 这网友说北京人口压力确实很大 疏散外来人口也确实是 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 但是权力机构使用这种强制手段 而不考虑寒冬腊月 那些外来务工人员是否可以三天之内 就能找到适合的房屋 甚至使用暴力手段 这种情景好像是抗战时期 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的野蛮做法 还有一位叫Bill Channel 他说如果因为需要改造首都的功能而减少低端人口 那么可以通过很多缓和的方式 收紧北京的工作岗位 同时增加其他城市的发展机会 赚钱多机会多 谁会死守北京呢 做事方式有很多种 为什么选择这一种在冬天赶人家到大街上去做的做法呢 这样的活动太让人寒心了 的确如此 我们的网友们听众观众的水平都很高 那么我请教胡先生啊 我请教胡先生 这个您怎么看北京日报刚才说下狠手 这个现在已经到了出众权下狠手 您怎么看这种动机和后果 北京日报的说法本来就是此地瘟疫三买两 他说这次这个清除所谓安全隐患 这个行动和疏解非手足功能的工作 那个不能哄为一谈 实际上是不打自招了 另外至于他这个所谓这个除众权下狠手 这种做法在短期之内 可以取得表面上的成效 但他必然会撕裂社会 进一步这个加深官民的对立 为以后爆发更严重的危机 埋下种子 那么其实当局这次这个 所谓这个除众权下狠手 并不是第一次 长期以来当局就迷信 用这种暴力的高压的手段 来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和六四我觉得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像当年邓小平悍然派动坦克车 镇压和平请安的民众 那不仅引起了北京市民的那个强大 强烈的愤慨 也引起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 你可以想象在当年 不要说党内的这些开明派 这个自由派人士 就连那些主张强硬派的那些人士 恐怕也非常心虚 也认为这种做法太过分 也担心这种做法不可能维持长久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好下场 可是世界二十年下来了 他们居然发现 这么一个靠屠杀的这么一个政权居然就维持下来了 而且由于保持的所谓稳定 经济还发展了 乃至于还后来出现了所谓中国的奇迹 那么这么一来 就是当局大大小小的官员 他们就开始改变了看法 认为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而要治理中国政策就需要这么干 反过来对那些采取那些尊重人权 讲究尊重个人权利的这些国家 那些政府的总的做法 他们倒很不以为然 倒投以这个蔑视的眼光 认为人家是更无一人是男儿 这么一来 我相信在中共的他们内部 从他们的领导到一般的官员 各个都成了强硬派 都迷信暴力的手段 所以他们做起这些事就没有过去 而这种对暴力的迷信 和毛实在那种还有点不一样 因为毛实在那种 他还多少假计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外衣 所谓总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 对资产阶级 对地府返回忧 黑五类 而现在他就根本连这套他根本都不需要 就是赤膊上阵的赤裸裸的这么一种高压 这种情况我觉得它是 这一个很长个时间以来 中共高层中共官员的一个共同的一种心态 这种它导致的这个祸害 那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件事上 我们很可以读出中共官员的这么一种 这个所谓几个自信 说到底就是对这个高压维稳 对暴力手段的这种自信 这和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现代社会更远 其实也不一定不尽然如此 它不是有现代 中共不是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不是具有这个现代化的通讯技术 那么它这种野蛮的做法反而早就支持不住了 所以在这点来说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原始的古老的一个落后的这么一个专制政权 而恰恰在于它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局限政权 只有这种政权才能做出别的政权都不可能做出这种坏事 好的 那么一位叫白化林的网友呼应我们这个胡先生这种说法 他说共产党知道现在经济衰退 害怕很多的低收入人群失业出现类似八九年的情况 所以共产党先下手为强了 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今天电话上面的这个打电话来的人很多 我希望大家言简易改简明额要的表达您的看法 河南的李先生 河南李先生你好 对你好 我是想说就是像那些什么平民窟啊 像那些地方啊 那些人啊 那些地方的人那个文化都不接地气 那些城市那些不接地气 然后这个做法呢 我做方法有点不对 但是确实就应该平民窟啊 好的 谢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 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你好 你好 徐伯好 这个风能禁 李能禁 国王不能禁 这句话的确不是假的 这文明国家就是这样 像美国的警察吧 如果他要进你的屋子 首先说我们接到举报电话 您的院子里重有大麻 我们能不能进去看 有时候呢美国的警察会说 既然您拨打了911 我不想冒犯您 我想我能不能进您的屋子去看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有报假警的嘛 你经常有报假警 所以说一个文明社会 它一个野蛮的 你比如说那个警察一定疯狂的 提打这个 接连的提打一求警察那样子做 这种野蛮执法 其实他们执的不是法 是长官的意思 中国就是一个 谢谢 好的谢谢最为宁夏的高先生 另外呢 河南的张先生又回来了 河南张先生请您解明额要表达您的看法 张先生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句话 中共之所以四母鸡蛋的这么暴力 说完了 他们就是看不起中国人 如果境外有一种压力 比如说当年的清末以革命 让他实时感觉自己会被革命 我就不相信他 中共还感觉要肆无忌惮的 好的谢谢张先生 河南张先生两次打电话来 说明了他的这个观点 那么我们现在再给大家读一个网友的评论 李中办 李中办 这位网友说 这个事件呢 说明中共政府管理水平之一 属于政府管理的低端水平 中共政府清理低端人群 把人民分成高中低端 本身就是一种种族歧视观 说明他们没有人权观念 与纳粹法西斯是一丘之鹤 其次呢 说明他们想利用这次来强行拆迁 人口洗牌 另外一位叫 Aaron Merriweather 这位网友说 在政府需要这些所谓低端人口 来搞建设时 他们是有意义的 现在他们明显没意义了 就被驱逐出去了 十九大口口声声说 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 就是这样牵挂的吗 每次都是出了事 才想办法搞什么大整治 习近平上台以来 我们看到 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继第五个现代化 那么许多网络和海外媒体的评论都认为呢 说北京当局做法证明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 以及官员的思维 距离现代文明的标准相差甚远 我请问张先生 您同意这种判断 这个所谓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误读 就是实际上他要推动的是这个国家机器的这个专政体系 和他这个这个治理的这个所谓这个专政的能力的现代化 包括就是刚才所讲到的 比如说有网格化管理 有这个天眼组成网 这个摄像头监控老百姓 比如有各种的监听手段 各种的威慑手段 然后呢有这个非常良好的现代化的装备来跟踪 等等等等这些 也包括随时随地的威胁 比如说这个这个有关方面已经给我打电话了 明天要约谈我 这一类的 这个都可能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化 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呢这套东西跟这个现代 这个世界文明的这种标准来看 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 这个北京这样做也不是第一次 北京在五十年代就 五十年代初就搞过 像什么宁夏的移民 然后到这个大跃进末期后期 又搞什么下放 然后到这个六十年代 又搞什么水晶城啊 玻璃板啊 就是要把这个沉稳不好的人 都清理出北京 然后到文革的时候 就是一九六六年的九月 把大概十到十五万的所谓黑五类 就是赶出北京城 这个叫遣返 就这一系列的这种都是反城市化的 反文明的这种举措 历史上已经进行过多次 而且所谓抓盲流 就是把农村 进入城市的人口 一概视为盲流 然后把他们抓起来 然后甚至强迫劳动一段 转够了路费 再给你送回去 这种事情 一直到这个文革结束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还存在这样的事情 后来当然随着改革开放 这些东西可能逐渐的在消失 但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消失 就是户籍问题 户籍制度其实是 这些罪恶的来源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人分成等级 分成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 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歧视 谢谢 好的 今天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评论 以及听众观众们在电话上 我们都时间关系 我们的时事大家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虐童案频传是个案还是体制之过 欢迎收听收款